大家好,今天咱们看一下二湾这个入门级的房子里面比较精品的一栋连排 看看这栋房子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小区是2017年的,现在树草都长起来了 咱们看这个连排它是三房的两层的,有这个侧院 进了房子之后因为有人看房,所以咱们先上里面看这个侧院 这个院子其实对于连排来讲的话还是不小的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现在咱们把镜头切回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客厅 门口还是有人看房,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角度 整个房子大概1700尺,三房三个卫生间 一楼有一间客房,二楼有两间 所以它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这里是它标准两车位的车库 而且它有额外的一个储物的空间 咱们看原来的房主在这里放了一个冰箱 上面搭了这种架子 这里是位于一楼的一个卧室 它外面就是这个独立的卫生间 像这种三房的连排,一楼有卧室的还是比较少的 一般都是二楼的三个 现在咱们上二楼 咱们看到这个楼梯都是这种折叠的 一上来呢,左手边有一个小书桌 可以用来办公 往里走呢,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主卧 主卧的这个面积是不小的 而且呢,它也带了独立的卫生间 有占玉,有浴缸 还有这种双水盆 而且呢,你像这个卫生间里 还设置了这种碧柜 可以放一些衣物啊,毛巾啊什么的 整个房子的细节还是比较到位的 而且呢,你看它这个大衣橱里面就已经做了这种橱柜 还有抽屉 这都是生果籍的 现在呢,咱们出来 右手边是洗衣房,咱就不看了 左手边呢,就是二楼的另外一间卧室 它也是带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房子的地税呢,大概是1.25%左右 然后它的目前钥匙要119.99万 整个房子的屋框这一圈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好 它的学区呢,也是Nosswood High 就是北木高中 然后它旁边呢,大概步行几分钟 就是用植汇所和公园 这个房子呢,算是入门期里面比较精品的房子 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单独找我 谢谢